美国方面公布的数据就一定是真实准确的吗 可以说他们的数据有很多的水分 就像今天晚上凌晨美联储会公布这一期的会议一系纪要 而且美国的劳工部会下修他们的非农就业人数数据 有的一些投行比如说摩根大同高盛花席复国 分别有的猜测是从30万的下修数据到100万之间 如果真的达到80万到100万的区间 那么平均每个月美国这种强劲的非农就业人数 可能要减少8到10万 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它很多的数据都是这种合成类的 也就是说它完全就不准确 但是它也要公布给整个全球的投资者一种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美股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行情 然后整体的黄金市场其实现在已经达到了2540美元左右 盎司的这一个区间 其实你会发现美国现在没有去降息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资产都已经默默的按照他们降息的预期 而去走了一定相应的走势 甚至中美之间的稀差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美之间曾经最高的BP点数差了240个左右 但是现在只差了166 也就是说美国债的收益开始逐渐的下行 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些对于股民来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两点 第一点就是美国的股市还能不能继续的走出时间长牛 还能不能再涨 中国的股市什么时候到底 到底了我到底该抄底还是该继续的等待 可以说今天中国股市整体的成交额还是特别的低 只有5100多亿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还是跌的多 涨的少 但是你也不是说没有投资的机会 你虽说每天即使有5000家下跌 那还有几十家是上涨的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更可笑的事情 就是我们银行类的股票 可以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平均涨幅了百分之三十几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整体的涨幅 而且这种中农工建交这些几个大行 给整个的指数贡献率超过了百分之十几 也就意味着如果真的把这些指数 把这些银行还有一些重大的指数去掉 可能现在中国的股市股票的指数只有在2400左右 这一点其实我们要反馈到整体的经济 就像很多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是债市牛 因为资金和整个的投资环境现在有变化 很多的时候资金只求安全和稳定 那么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就是国家债市 债市的收益它即使达到2% 它也可以去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商银行的一个数据 就是它这种赚息差的一个收益 开始逐渐的在缩小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拨备率一直在提高 但是坏账率相对来说是维持比较稳定 1.36一直在1.4左右的区间去浮动 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我们整个的投资环境出现了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比如说这种中办国办 开始出台了新的政策 让更多的行业可以有优化的一个准入 无论是我们的服务行业 还是一些高新的科技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然后整个中国的股市也有很多的热点 就比如说前几天这种猴风 比如说游戏类的文娱类的 还有就是华为的海思或者固态电池这一方面 我们的市场热点一直都有 但是现在钱却没有 这个是最尴尬的一个境界 就是资金已经不活跃了 而且还有一点 为什么银行会涨得特别的多 因为今年可能神秘的资金进入市场的比较多 它大举的是通过ETF去拉升整个的指数 让指数变得好看 那么这些就可能进入到了这些重大的资产板块 还有一点 就是普通的散户股民 为什么没有特别的去晒他买这些银行 因为公募基金整个的统计 只有百分之二点几是投入到了银行端 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更少 就像以前我有一个粉丝朋友 在21年 他是北京的一个退休的银行职工 当时他在北京卖了一套房 然后大约换了800万左右 他就问我说21年的时候 到底我应该是买国债 还是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去避险 他总是觉得不靠谱 我给他推荐过 比如说买银行类的股票 因为当时银行类的股息 还是达到了5%左右 5到5.5 还有一点 他个人更倾向于买国债 最后之间聊天以后 发现他把所有的这些资金 全买入了国债 当时的国债是3.35的收益率 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 当那个时候 他就作为一个银行端长期的从业者 他对于资金的安全性 已经选择了更一个考量性的一个参考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应该如何去操作整个的市场 第一点就首先要改变个人投资的一种看法 投资它只是锦上添花 它不可能雪中送炭 如果当你没有过多的资金 或者生活都出现温饱的问题的情况下 或者在你负债去投资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做好你的投资的 第二点就是如何看待整个的投资市场 有的人竟然把赌博和投资认为是同等对待的 其实这是不尽然的 你拿一个扑克牌54张牌的话 你来回去看这些东西 可以说你和整个的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资是通过你对未来的一定的预判和整个的行业 还有全球国家整个的一个重心发展 你去选择和整个时代去进步 即使你选错了 可能时代再往前走的话 你也是会有盈利的 还有就是坚定一点 我们是一个K线形态的反弹 就是我们会进一步的拉升 我们所需要去扶持的行业 但是像一些落后的行业 我们肯定是逐步去剔除的 这种情况下就像我们这种中低端的加工 而且就最真实的例子 比如说郑州 富士康走了以后在今年又回来了 而且他疯狂的招工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招了5到10万的员工 你会发现富士康的这种生活区和工厂区 ABCDEFE 可以说几十万的人都在这一个大厂区 那么我们中国的制造也就意味着 其实是安全可靠高效 这个很多的时候你要承认 我们的中国经济没有问题 全球的经济都出现了这种封闭式的 闭塞性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漩涡里 然后还有就是今年 可能跟大家去聊过金砖的支付系统 因为今年整个俄罗斯是金砖的轮值的一个主席 所以说他希望去过度的炒作金砖 并且加入一些其他的小兄弟 但是他也想加入菲律宾 可是我们也怕菲律宾像第二个印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之前一直去鼓吹什么159个国家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几十个国家 159个机构 可是你要知道 Swift系统它支持的是11000个银行机构 这是多少体量 这是800倍的体量 所以说Swift系统几乎的话 是这种金砖国家支付系统无法去撼动的 然后整个的美国他无论是加息还是降息 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符合他本国的利益 他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江25对他有什么用吗 没有用 从一开始很多的这些银行家就怨言 美联储的加息已经反应的比较慢了 现在降息反应又慢 对于他们的经济来说 再叠加上整个的选举 其实今年的话就是很难做投资的一年 当然了如果你选好可投资的品种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收益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